我们进入你问我答 台湾的莲花一庭 问的阿弥陀佛 尊敬的根本传承上师 知尊佛案 弟子在分堂帮忙的时候 曾遇到言语行为 喜谈自身神童 及高谈阔论的师兄 屡劝不听为一号人物 大家避之唯恐不及 希望不是我 不喜和他同处 弟子因为大家不开心的反应 也因为怕师兄的言论误导大家 将其退出社交群组 弟子觉得自身于他人的习性 不易更改 也深感度重的不易 但见师父的精神 是不舍一个众生 恳请师尊开示 在分堂中对于迷失的弟子 看师无药可救 大家应该怎么做才好呢 师父的注释提升了整个世界的灵性 请佛注释永永久久 不财弟子 佗面皆足鼎里 这是台湾 他说 有人言论 愿以喜谈自身的神通 即高谈阔论 如果真实的有神通 讲倒是无所谓 像师尊刚刚讲的 分身很多 这也是一种神通的 神通本来就有 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嘛 天眼通 天耳通 他心通 宿命通 神足通 肉镜通 这是六大神通嘛 当然最高的就是肉镜通 那很不容易修得到 那天眼通 就是你能够看到 别人看不到的 而且可以看到 横眼 横眼的心迹 你都可以看到天眼 甚至看到佛国净土 那是天眼通 天耳通 你可以听得到 我也常常讲 那师母本身 她看到很多 前天晚上吧 躺在床上 我听到师母在家中 有开一个 就是一般轮椅车 轮椅车 她坐在车上 可以在家里开 就 开到了房间 然后叫我一声 我没有起来 眼睛闭着 然后她再转了一圈 又叫我 叫我 我眼睛张开 一看 没有师母的车 也没有她 她也没来 再隔个十分钟 师母的车才来 我说 十分钟以前 我听到你的车子的声音 你还叫我 然后你还转一圈 你还叫我第二次 你十分钟以前 你有把这个车子开过来吗 她说 没有 这是我第一次 我明明听到了 她在叫我 事实上她没有来过 十分钟以后她才来 这是耳通 不叫天耳 叫耳通 师母本身 她眼睛可以看到 阴的东西 我们早就知道的 年恩法师 年恩法师在这里 师母看到的时候 第一个看到她跟你讲 而且你问她说 在哪里 然后师母说 就在你身边 她第一次 师母看到了 是一个 另外 有一个师母 逸廷 逸廷她不在这里 她现在还是陪着师母 的看护 也是听她讲 另外 Eppy 就是 Bark Lady 黑人的看护 她听了最多 师母一 张开眼睛 睡觉一张开眼睛 看着Eppy 问她 你怎么把你家的亲戚 全部带到我家来 全部满屋子里面 都是Bark People 那个Eppy说 哪里有 没有 你不要吓我 那天 我跟她一起回去 她看到 我们家的全宴 好多穿黄色衣服的 救生员 我说你不要紧张 我跟师母讲 你不要紧张 我今天晚上 就是要把这些 在救灾当中 穿黄色衣服的 救火灾的 救水灾的 这些穿黄色衣服的 救生人员 死掉的这些人 做一个总操度 苏母看到了 我叫她不要紧张 当天晚上 我是做这个超度 他们全部在我家的前沿 苏母既然先看到 还有一件事情 我讲过的 我们两个一起看到 家的门口 有一个包袱 黄色的牛皮纸盒子 牛皮的这个黄色的 牛皮色的包袱 邮差怎么 是谁送来的包袱 我老师太子开出来 白天 早上 中午的时候 开出来要到庙 师母也看到 在家门口 有一个 就是纸箱 我也看到纸箱 她也看到纸箱 然后呢 她就讲说 打开 打开车门 我去看看 那里面是什么东西 我说好 我就车子停下来 师母一开门 我在注意那个纸箱 那纸箱 竟然慢慢的消失点 没有了 我跟师母讲 不用去了 已经消失了 师母一看 没有了 她真的没有了 车门已经打开 她要去看了 也没有了 你说 这个就是 我看到 师母也看到 两个人一起看到 如果是她看到 她是幻觉 我看到 我是幻觉 我们两个一起看到 难道我们两个都有幻觉 我要超度 这些救火 她死在救火的现场的这些意识 救人 她被烧死 这些人全部集合在我家庭面 我事先就跟姚思基姆讲了 我说要做这个事情 车子一到家门口 怎么搞的 这么多黄色的衣服的救灾人员在我们家里 她就先看到 这不是幻觉吧 师母也有天眼 她还有天耳 天天听到天上在诵经 你随时问她 现在有没有听到诵经声 她就讲有 这诵经不是一天两天 年细送了三年 到现在三年了 她还是听到诵经的声音 那是天耳 他喜欢讲神通的 大家听了都很不惜 喜谈自身神通 这些高谈阔论 这就是你欠不听 把他退出社交情绪 如果他是真实的 你要拿出证据出来 有印证 两个人一起看到 或者我知道 我带你去哪里 你硬了 说确实是如此 那个才是真实的 那个是可以讲 如果不真实的 那就是吹牛 吹牛大家都不喜欢 你必须要把真实的讲出来 大家一听 果然是这样子 师尊讲的是真实的 不然我就是 人家最讨厌的一号人物 我没有情绪 因为我不会在网路上 发表东西 我没有情绪 我早就退出情绪 不过我讲给大家听 都是真实的 希望大家不讨厌 因为每个都不一样 因为看到法神的 每一个都不同 对不对 这里还有看到法神的 有些人他们不谈 有些人他们谈 像雷起上师 雷起 你的法神 也是24小时吧 雷彦呢 静下来的时候 就看到法神 对啊 是事实 所以事实 可以讲 要有证人 你要有证人 有证物 要有这些东西 证明 你如果确实有神通 你把证人 证物列出来 大家相信你 反而让大家去 不是说去追逐神通 你修行它自然就会有 我知道了 绘文 会有人在吧 你看过我的法神吗 啊 梦里见过 梦里的不算 要有感应的 是感应的吗 讲大声一点 啊 你有感觉到 好啦好啦 还有呢 还有谁 那位 你站起来 好 你要麦克风吗 好 他要麦克风 师尊好 在去年 2023年10月 下半个月 有弟子莲华凯利 有来到西雅图朝圣 回到马来西亚 不到一周 有请师尊 加持满天花盖 我们在决定 选定日的时候 师尊指了 那个日子 如果没有记错 是11月29日 日历上的定日 然后我们本来想推后 到今年的正月出站了 结果不到两三天 就有东西来了 没有办法 然后就再谈成请示 师尊说 就跟你说了 就是这个日子 所以我们就赶紧的 就办了 就弄好了 而且此次来西雅图 朝圣 在出发前 因为我们从新加坡飞 飞过来西雅图 中转日本 那么在出发前 刚起来要准备的时候 下床就看见 师尊走过来 就给加持了 然后师尊有跟我说 你快点 包车的人要来了 你不要拖 所以我就赶紧起床 准备了一下子 那个人就来了 比预定的时间早了 跟师尊讲的时间一样 凌晨 本来是预定的车是两点半 师尊跟我说 大概一点二十五分左右 师尊跟我说你赶紧起来 起初只是声音说罢了 然后下床 就看见师尊直接来 我就直接蹲下来 师尊就给加持 师尊说你赶紧的 他大概两点零八分左右 就会到 果然更衣完了之后 他那个车子就到了 跟师尊说的时间一模一样 好 谢谢 谢谢 师尊 这个就是印证 印证这些事情 很多事情的确都是印证 必须要有印证 才是真实的 真实的你就可以讲 其实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 只是不讲 不开口而已 他不好意思 有些人是不好意思 有些人是不好意思